乔老板,等一下 傅思雨即使喊住已经一只脚踏出房门的乔景文 两个人一起回头,就看到傅思雨拿着一个托盘走过来 今天多谢您整治的这一桌洗面 这是我和傅文男谈好的价钱,八百两全部都在这里了 傅思雨能这么做,是乔景文没想到的 这女人,何时变得如此善解人意了 好吧,那我就收下了 收下银子的傅景文并没有立刻离开 反而是留在原地,看着傅思雨 想知道这丫头还要耍什么幺蛾子 上次在山脚下的事实在是抱歉 那时候我也只不过是刚从昏迷中醒来,说胡话罢了 乔老板,实在是抱歉 此刻大厅里空无一人,他们三个人就这样看着对方 傅思雨不愧是傅家未来掌权人 即便是道歉,他也依旧是那副冷漠而骄傲的神情 这傅老太爷选人啊,果然是准 整个家族在他的代理下,何愁不会发扬光大呢 真的没想到你今天会和我道歉 可就算是这样,也弥补不了你买凶杀人的事实 慕容卿一直抓在手中的剑出鞘 剑间直指傅思雨的喉咙,寒光闪闪,让人胆寒 杀人?杀什么人?我傅思雨从来没有买凶杀人过 傅思雨非常诧异 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人误会买凶杀人 这其中一定藏着很大的误解吧 你还要隐瞒不成 要不是当初我在铁匠手中买下那铺子 那老铁匠也不会惨死 乔景文生气愤怒 都已经是事实了 竟然还装出自己是受害者的模样 好不容易对他有了点好感 在这一瞬间荡然无存 要不是此时他们俩在傅家宅子里 说不定真的会让慕容卿一招解决了他 乔景文,无论你们信不信 我都没有买凶杀人过 当初我确实是让人不要卖铺子给你 为的就是抱我心中的不痛快 可是后来你不是也得到了店铺吗 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决定打算就此作罢 之前我对你的百般阻挠 你还是能够如愿以偿地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再做纠缠又有什么意义呢 傅思雨无所畏惧地看着面前两个人 喉咙上那把剑也根本就不在意 我再做纠缠组 我再做纠缠组 宣优ge冠组